亚洲最前线 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华人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看今天的财经重点 台湾4G竞标大战开打 七大集团进行抢标 将改写台湾电信市场的半途 金砖四国的神话破灭了吗 未来投资走向为何 台经旺焦点深入点评 今日我醉传带您到 位在雅加达的徐梦源 这儿号称是印尼版的迪士尼 每年吸引不少的游客 也大发观光彩 在2001年高尚银行在一份报告当中 将巴西 俄国 印度 中国 四个新兴国家放在一块 并且打造出一个名词 那就是金砖四国 这个名字呢 曾经是投资人眼中的珍宝 不过十几年过了 金砖四国经济趋缓 难道说金砖四国真的失色吗 今天的财经旺焦点 我们将要深入点评 那么首先带您来关心 全球股市的表现 二号是逢美国劳工节 美国股市休市一天 而欧洲来看看 八月份PMI指数创新高 股市周二开高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英国股市 德国股市都是上扬 而法国股市由红翻黑 大陆以及欧洲PMI起涨 雅股新兴股武 日经指数涨幅达2.99% 韩股收涨三个月的新高 而港股涨幅0.99% 再来看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新股海峡 马来西亚上涨 而印度股市重挫了443.5点 大陆股市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看看地产股活跃 激励了武汉回升 所以大陆股市全面地走高 上证A股中长上涨收红 当涨幅为1.18% 那么在台湾股市方面 金融开放利多激励台股 指数上扬49.51点 收在8088.37点 一个最新的外电消息 来看微软公司宣布 将以54亿欧元超过 新台币2100亿 收购Nokia公司的手机部门 Nokia手机原本是手机龙头 不过近几年来 面临着苹果公司和南韩三星的竞争 手机市占率大幅度的缩水 那么现在 Nokia的手机部门 要转卖给微软 Nokia公司指出 这将会对Nokia 以及投资人来说 是好的进展 而台湾的手机大厂 宏达电 现在真的是面临内忧外患 对外手机市占率不理想 而对内呢 又爆出内鬼泄密案 执行长周永明 在星期一再次发动了亲笔信 激励员工 他一再的消毒表示 内鬼案不影响公司运作 内鬼案如平地一声雷 宏达电对外推出 限量版KT机救市 对内执行长周永明 在沉淀一个周末后 周一发出中英文 两个版本的亲笔信 要激励员工 心内再度消毒 设计团队有足够的资源 害人才 这次的事件 不会影响公司运作 产品计划与整体营运 绩效表现 显然内鬼案 加上营运不理想 的确让经营团队担心 对内已经产生影响 但其实周永明写信 为员工打气 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年8月9号 宏达电业绩走下坡 周永明就发信 标题是我们将再起 今年9月2号 内鬼案爆发后 周永明再度发信 激励员工 但股价还是只直落 算一算 去年第一次发信 股价落在248元 今年第二次发信 最低股价来到146元 从2011年4月到现在 股价已经产跌近 89% 库藏股 推行机用尽高数 外资批评 也许下一个该还掉的是 经营团队 甚至不少外资就点出 周永明是最大问题 应该下台 你看最近 这个包末也决定了 可能要离职 离职的那一天 微软一天 股票大涨7% 所以现在宏达电 很多的外资 想说库藏股也用了 然后也推出新机了 似乎可以从微软 这个测换 稀有得到一些借金 而手机大战可是没停 在下半年智慧型手机 新产品一波接一波 供应链出货动能转强 中价位iPhone5C 要跟大陆的平价机 市场看窍的小米G3 在9月份以彩色机壳 互相的来别苗头 那么分别呢 在9月5号跟9月10号上市 中低阶的手机 专家预估可能会逐渐 成为市场的主流 粉红iPhone5C 抢先网路曝光 全球iPhone迷未知疯狂 根据大陆APP 介绍网站取得的消息 低价款iPhone的名称 就是iPhone5C 有蓝色 粉红 白色和黄色 不过仔细观察 没有出现黑色的机款 而且机身表面覆盖的保护贴纸 都以iOS7不仅主题 来呈现可信度相当的高 而且价位可能就定在 1万5台币上下 要来和号称大陆版的iPhone 小米机直接对决 小米G3面板比iPhone5C 大了一寸 还有豪华金属机壳 万元有找 色彩的手机可以说是增加多个性化的一些差异性 而且有色彩的手机上面来说的话 那么将来消费者能够接受的程度应该会更多 不过同时也会提高了这些所谓 鸡壳厂未来的一些成本 150美元以下的低价智慧型手机 市占率已经从2013年的11%提高到14% 而中价位的智慧型手机 2014年全年出货占比也已经超过50% 成为市场主轴 下半年智慧型手机新品一波接着一波 供应链出货动能转强 中价位iPhone5C和市场看窍的小米G3 9月齐发 用彩色机壳互尬 中低接手机的战局正要开打 中年新闻黄建藤林轻易 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第四代行动通讯4G竞标大战开打 除了传统电信三雄 中华远传台湾大 还有鸿海集团 鼎星魏佳 星光吴佳 以及亚太电信 总共七大集团 要进行抢标生死战 预计NCC最后只会发出四到五家的执照 而最后谁能够脱颖而出 都将会改写台湾电信市场的版图 最近十年来 台湾电信业最大的一场竞标大战 正式开打 总共有七家业者 都来向NCC报道 为的就是竞标下一代4G通讯执照 一大早还不到九点钟 七大集团代表都来了 除了电信三雄 中华台湾大远传 鸿海董事长 郭台铭旗下的国际电子 来自鼎星魏佳 星光吴佳的台湾执行和新建 以及亚太电信 预计从三号开始 展开好几百回合的迎弹过招 最后可能只会有四到五家领到门票 这回没有大老板亲自督军 鼎星魏佳的台湾执行代表 差点因为证件没带齐无法报道 最后还是顺利进场 七雄争霸谁都没缺席 按照游戏规则 各家竞标团队关在小房间里 手机电脑随身碟 任何通讯工具都不能带 现场有监视器 人员不能随意进出 就连玻璃都贴上反光纸 防止对外打pass 甚至还有电信警察站刚盯场 整个过程要做到保密防碟 十一年前三局竞标 底价三百三十五亿 经过十九天竞标大战 五家业者得标 这次四局底标三百五十九亿 七家业者参战 阵仗更大更激烈 完成竞标恐怕将耗时一个月 得标金更可能标上五百亿 自在参加也要自在得标 这一次鸿海郭董 凭着雄厚资金 更亲自利用周末从大陆返台 指挥干部演练进行最后特训 被外界看好可能是传统电信三雄之外 最有可能加入市场的型面孔 不论最后是谁出现 都将改写台湾电信市场版图 连来影响全台三千万个行动门号 未来消费习惯 中天新闻 吴嘉文 林杰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与印度之间洽签 ECA 也就是经济合作协议 有谱了 历史两年的台印 ECA可行性研究报告出炉 报告指出台印之间 具有软印互补的优势 双方同盟其力 并且点名了物流 汽车 零组件 ICT 食品加工 配销零售 人力资源发展等 一共六大产业 最具有互补的优势 研究报告是由中华经济研究院 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院 共同研究发表的 报告中指出 台湾在资讯科技硬体方面的优质表现 和印度的软体实力可以互补 食品加工产业也值得印度学习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 印度与印尼货币 因为资金外逃 大幅度贬值 当地企业的外币贷款 长债成本相对增加 因此令财务负担更为沉重 这也势必让两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其中印度企业情况最为严重 根据平等机构指出 印度企业没有外汇避险的 外币债务一共1000亿美元 今年以来 印度卢比兑换美元汇率 从5月份以来已经贬值19% 印尼顿兑换美元汇率 在今年以来已经贬值12% 这也加剧了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负担 专家很担心双印等亚洲企业 可能会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除了货币重贬的问题 印度的经济确实也不妙 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毛额GDP年增率 逊于市场预期创下4年来的新低 而分析师也纷纷下修印度 这个财政年度的GDP成长率预测 从5.0%到5.5% 调降为5.2%到3.7% 分析师担心如果企业纷纷破产 银行坏账暴增 迫使政府对金融体系 挹注大量资金 将会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增 那么如此一来 几乎就可以确定 卢比基弱不振 印债殖利率攀高 还有硬股走跌的现象 将不会改善 基于振兴日本经济的首相安倍晋三 砸下了151台币推广酷日本战略 发扬文化拼经济 一场可爱化妆大赛 短短两个小时的比赛呢 全球居然就有超过 170万人在网络同步收看 带您来看看日本可爱文化的威力 无论称她们是罗莉塔或女仆 不变的特质就是卡哇伊 这场从全日本300多间美容学校 历时三个月出赛 才挑选出来的 56位美容造型精英 正在日本可爱发源地元素 比赛看谁的化妆技术最高明 可爱的罗莉塔是日本流行文化的 重要元素之一 安倍晋三撒下150亿的酷日本计划 未来这样的化妆比赛 也会进军台湾 日本的卡哇伊 已经像OK一样成了世界共通的语言 就连安倍晋三的酷日本政策里 都有专门的可爱计划 而这场比赛 除了在日本的电视台同步转播 全世界更有超过170万粉丝 透过推特或微博同步观赏 主办比赛的是日本裁妆大师田中东尼 他是艺人田中千惠的父亲 亲自在现场担任评审 仔细观察参赛者的表现 经过两个小时化妆和走秀 日本最可爱的罗莉塔造型公布 日本人耕耘十年的卡哇伊文化 随着安倍经济学设向全世界 他们希望透过娱乐和语言输出日本文化 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融入国际 中天新闻温泽姐刘鹏宇 东京采访报导 中国大陆打房压不住 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了 八月份中国房地产百成价格指数报告 大陆一百个城市的住宅 平均价格是每平方公尺 一万零四百四十二元人民币 比七月份又上涨百分之零点九二 这也是连续第十五个月上涨了 显示房市依旧在升温 在上涨的城市当中 涨幅距于前三位的城市 分别是福州 徐州 日兆 上涨前十名的城市中 北京是唯一的一线城市 由此可以看出 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上扬幅度 依旧比较大 曾经担任中国大陆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主任 蒋洁敏因为贪腐遭到调查 这场石油帮贪腐风暴 重挫了中石油相关股价 市值蒸发217亿港元 第一财经日报与中国经营报报道 凭借着德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优势 中石油集团每一年会有大量资金和项目 投向油田看探与开采 海外收购以及石油工程贸易 以及石油设备贸易来往 海外各类搜购项目等等 那么这些也非常容易成为 中石油高阶管理阶层腐败的温床 受到塑化季事件还有禁奢冲击 大陆A股股王贵州茅台营收下挫 上半年营收只有7.38亿人民币 创下了2001年上市来最低的成长率 继昨天跌停收市 创28个月来的新低之后 今天依然止不住跌势 开盘股价下挫到150元 贵州茅台在去年7月中旬 曾经创下了266.08元人民币历史高价 那么如今从高档反转下挫 股价从高点算起来 跌幅已经达到42.9% 而广告之后回来 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我们则是要看看 大陆的经济成长逐渐在增温 而金砖四国的神话难道真的不在 未来的投资方向究竟要如何 亚洲金融风暴会重演吗 稍后带您深入了解 马上回到亚洲最期限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如果说联准会的QE量化宽松政策 在9月份真的退场的话 新兴亚洲市场的资金大逃亡 恐怕会持续恶化 印度 印尼 还有泰国 其实在这波热钱的撤离潮 受创可以说最深 投资人如果在今年第一季高点加码了亚洲 现在很多恐怕都已经是惨赔 美国量化宽松退场倒数计时 联准会公布7月会议记录在即 受到美国经济转强影响 市场预期联准会可能9月就开始减码 全球热钱吓得再度抽离 新兴亚洲股会其措 印度卢比对美元下探历史低位 同样受重伤的还有印尼泰国股会市 印尼顿会价20号创下4年来 低点21号续挫 印尼和泰国股市20号也分别 重挫3%跟2% 把5月创下的高点全数回吐 其实早在上半年 新兴亚洲成长出现疲态热钱就已经开始撤离 不止印度金砖光芒不在 泰国第二季确定陷入经济衰退 马来西亚GDP成长率恐怕连续两季 不到百分之五失去成长动能 过去大家仰来的经济火车头 大陆经济成长已经大幅减缓 因应联准会动作亚洲热钱大逃亡 近四年来进行市场涌入的4兆美元 如今多数已经回流 资金加速抽离转向欧美亚洲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 所以亚洲金融风暴有可能再出现吗 最近有人在开始讨论这个话题 而现在我们也看到究竟经济动能 是要看美国还是说 其实中国东南亚东北亚都有机会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总 罗友美副总再次来到我们的亚洲最前线 副总好 四国当中从中国是领头羊当初金砖四国这个名字起来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内需的消费商机所带领 而拉丁美洲是受惠于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成长动能 其实拉丁美洲有一些金属矿业的出口 跟俄罗斯也是靠石油出口 所以我们记得那时候在金融风暴之前 油价创历史新高 其实都是对于俄罗斯也是有新的 甚至有单一俄罗斯基金引进到台湾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当初是因中国而起来 但是最近一两年也因为中国的GDP一直往下修 拉丁美洲跟东欧也都表现不好 但是今年五月之后又更加严重 所谓的资金撤出潮是因为在美国 原本全球印钞票的环境之下 反正钱放在美元欧洲日本 看起来都是零利率环境 所以至少新市场还可以等待一些机会 不过这个平衡的状况开始出现改变 美国开始美元走强利率开始走升 其实就可以发现资金回流到亚洲 其实市场还是回流到 从亚洲回流到美国 其实市场资金还是很多 只是资金撤出的会最严重的 就是会回到观察到经常账赤字体质的 这样子的一个检查 的确我们看到今年会价创新低的 包括像是印尼或者是在印度 卢比的部分都是因为在亚洲而言 它是属于双赤字的国家 而且在印度也是赤字最严重 它如果把财政赤字跟经常账赤字 加起来其实是占GDP有将近10% 所以也就是说在双赤字的情况之下 它的资金撤出潮是最严重 不过这中间我们也常常会谈说 市场的心态 有时候这个资金进来跟出去 会含太多市场的过度乐观 或过度悲观 因为才在2011年 美国的债性往下修的理由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美国的也是双赤字 跟债务达到上限 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改变 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 还是有100% 美国的经常账也是赤字 也是赤字三个多% 那印度的赤字有比较严重 不过是赤字4.8% 可是你就可以发现 市场当在恐慌的时候 资金的撤出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太理性 所以我们倒认为 的确它有理由贬值 但是有时候会去关注到 可能或许如果真的是追高杀低 或者是说在这时候 特别再去杀出 我们可能会留意 甚至印尼 印度 有一些汇率的一个表现 或许它的再来跌 至少会满下来 是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谈到 这个金砖四国主要是指的 包括像印度 还有中国 俄罗斯 还有巴西 其实这四个国家 最近的这个表现 其实并不一致 所以我们不能说 金砖四国都暗淡 对 因为像中国 股市来看算是八月表现最强的了 所以中国其实蛮好去操作 是因为中国只要 它经济数据开始往上修 它股市就会表现好 那么所以也是看到 最近八月份 它最新公布的经理人采购指数 终于出现16个月的高点 所以如果在中国 也一样是出现了 比较好的经济数据 八月份其实是中国股市 在全球是相对抗跌 这个对于东北亚 就有稳定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发现从五六月份开始 从全面恐慌撤出亚洲 到目前其实八月份 亚洲在 在整个外资在亚洲 包括像东北亚的话 包括像是在南韩 其实是买超的 台湾可以领先转卖为买 针对南韩 其实市场说流出 从恐慌之后 还是会慢慢发现 这个是恐慌 还是这些市场 可能新市场甚至亚洲 每个国家体质不同 不应该全面撤出 因为市场的资金还是多 美国只是量化宽松缩减 但是还在量化宽松 所以其实有一些资金 就可以发现 包括在台湾 有时候就可以发现 外资有点回补了 反正东南亚的资金 有一些资金去 太弱流强之后 其实东北亚 倒是最近受到 中国经济持稳 表现还不错 只要中国GDP 现在7.5% 大家认为是一个底线了 随着PMI开始往下修 或许GDP明年 可以有往上的机会 如果是这样走势的话 那巴西俄罗斯 我们也不用太看淡 因为其实拉丁美洲 跟俄罗斯 很多是跟着 中国的经济在走的 因为中国包括像是在 能源是重要的 全球最大的消耗国之外 其实在很多的原物量 铜矿 在智力就是全球最大的 铜矿出厂商 所以可以发现说 如果中国这些占全球 四成到五成 消费量的一些商品 矿业 如果开始增加 它的消耗量跟进口的话 那拉丁美洲就不会太差 就会开始有机会 重新又开始靠它出口 又起来又带动它的经济 那俄罗斯 当然最近油价 因为在叙利亚支的 这些危机影响 油价又到 可能又到110 所以俄罗斯同样 它也是在能源 只要油价有 相对在100块以上 其实俄罗斯这个国家 它其实就是靠 它的石油出口 来让它的体质变好 那因为之前油价景气不好 油价大跌 那在跟东欧最密切关系的 这些欧洲国家 又景气衰退 所以其实造成整个新市场 亚洲拉美跟东欧排名下来 还是俄罗斯东欧是最令人担心的 其次是拉丁美洲 亚洲还是相对体质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至少在亚洲不同的国家的表现 就可以看到 从虽然会有恐慌 当成被当成提款机的状况 可是当市场放慢脚步 其实就可以发现开始分流 可能印度印尼双印 还是目前压力比较大 那不过东北亚 我们很明显看到中国数据好了之后 八月份东北亚相对就比较稳定了 反映的是最快速的 不过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包括印度跟印尼 这双印 它的这个双赤字 也就是所谓的财政赤字 还有经常账赤字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在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就是如果以印度而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到 就是它未来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所谓的利多 因为在明年它的国会就要选举了 过去的经验是 当面临到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还会有一波的涨势 其实在印度 它也真的不是 除了双赤字这样子的缺点 它也不是都没有其他优点 如果我们来看到 刚刚提到 明年的一个国会选举 通常其实很多国家都一样 选举前会有一些政策的利多 或者是 其实他们目前就已经在寻求亚洲 或新市场的一些国家 要联合组扁的一些动作 可是目前包括巴西好像没有要跟它合作 但是可能还是会寻求一些机制 如果也显示目前情况 其实我们认为没有到那么严重 是因为很多人提到跟1997年金融风暴来比 但是其实现在的外汇存底 印度算是亚洲外汇存底很高的 是2500亿美金以上 如果在亚洲其他国家 包括当时金融风暴 那时候都是因为外汇存底不足 大家才会整个溃散 现行溃散资金外逃之后 会觉得它外汇存底快要没了 我要赶快离开 其实这个因素在目前我们看到 包括泰国 包括印尼 很多的国家其实平均的外汇存底 其实都还是在1000亿 1500亿美元以上 所以跟亚洲金融风暴 1996年 1997年那时候的状况 其实很不相同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泰国 也没有像印尼印度那么严重 也就是因为泰国的体质 包括它现在也不是双赤字 它只有单赤字 而且金融上赤字只有2%左右 所以可以发现 现在的亚洲的国家的体质 跟亚洲金融风暴 那时候其实很不相同 所以我们不认为 亚洲真的会发生金融风暴 或者是这个贬值 是不是真的该贬这么多 我们觉得是可以 去好好的理性去看的 所以不至于在重演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是 所以包括 当然政策上面就非常重要 那时候万一真的有很严重的话 其实我想国际货币基金 跟世界银行 很多联合机制 包括像三年前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也就已经有发生过 其实真的需要用共同的机制 来组贬的话 我想这一种组贬的机制 还是会出来 只是目前 其实还蛮集中 是印度跟印尼两个国家的 货币的贬值 那目前可能 这两个国家看起来 在外汇存底 跟至少GDP 不是呈现衰退的状况 我们还是认为 市场上 其实可以再用自然机制的部分 让他慢慢的外资 可以去恢复信心 因为外资也曾经列了一箩筐 认为印度最大的问题 体质已经不好了 而且政府干预还特别多 所以之前 包括他们认为 他们这么严重的 经常让赤字 就是国内印度人 太爱买黄金了 所以四月份 黄金大幅贬值之后 其实五月份就出现了 最大幅的贸易逆差 就是因为进口非常多的黄金 那不过政府 在这时候就开始 八月以来 连续三次的调高进口关税 是来抑制黄金的进口需求 可是种种的措施 其实并没有效 可是反而让一些外资资金 太担心这个国家 太多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跟政策干预 这在投资上面 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其实中国相对 在政策上面 让市场是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只要经济数据好转 可以发现市场好转的 这个程度 速度反应就会比较快 所以回到印度 我们只能说 在明年他有选举 国会选举的题材 议题之下 他可以在政策上面 逐渐的开放 或者是在方向上面 能够让外资 是比较有信心 如果用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印度 在这金丹四国当中 他最有利的就是 他很好的人力素质 他的英文的能力 他所以他可以接单 就是他跟美国 一些软体外包厂商 这些的题材 其实在金丹四国当中 真的是最容易受惠到 美国的复苏 景气复苏的话 其实印度是最有机会的 是 不过我们刚刚也听到 好几个重点了 这个刚才副总 跟我们提醒的 就是在金丹四国当中 中国当然毕竟 还是个领头羊 它的指纹 它的回升 其实也是可以带动 东北亚的成长 而在投资上面的话 以短线来看的话 看起来东北亚 还是优于东南亚国家 而在稍后 当然我们也要谈一谈 刚刚其实略微提到了 黄金的走势 那么在待会的 财经旺交点 我们也要来看看 油价跟金价 最近也出现 比较明显大幅度的波动 跟迅利亚的战事 确实是有关联 那么在稍后 我们要来探讨 迅利亚战争 究竟会对投资市场 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欢迎您回到 亚洲最前线的 财经旺交点 在今天投资趋势 我们特别请到的是 富兰克林头顾副总 罗友美副总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副总其实刚刚跟我们 谈到了很多 投资的一些重点 不过我想 我们刚刚也谈到了 就是美国 毕竟是一个重要的火车头 而中国大陆 跟美国又是双引擎 那么现在最近我们看到 当然是中国 其实比较逊于美国 好像这个其中有个引擎 有点暂时熄火了 但是从刚才您所提供的 几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我们也看到 中国确实是有回升的迹象了 那么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 是不是其实 这个从美国再到中国 成熟市场会逐渐的持续的 那么吸引更多的外资 呈现买进 的确因为资金的平衡 其实在于过去几年金融风暴之后 全球都是低利率的环境之外 美国 欧洲 日本 又是加印钞票 所以资金腐烂跟低利率 资金都是非常便宜的 但是这个状况 随着经济开始数据好转 包括美国就是关注 也连准会很明确的定出 它是看劳动市场 然后另外就是看通膨 只要劳动市场开始复苏 到明年的话 如果失业率有降到6.5% 它就会完全停止 这种量化宽松的动作 所以它其实有定定 很明确的目标 所以我们也会跟着 这个目标来看 美国景气是不是 有逐渐复苏 所以这也是你可以发现在 殖利率 十年公债殖利率的反应 就是最明显的 只要经济数据好 今年陆续的数据越来越好 就开始反应来预测 联准会印钞票的动作 快要开始减缓 所以其实去年 殖年公债殖利率 真的只有到1.75%左右 目前几乎已经到了2.7% 已经涨了利率 市场的利率 已经涨了1%了 那美元当然因为利率走高 资金当然会往利率 高的地方来走 这就是开始引发了资金 在全球重新有流动的 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在下半年 特别明显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美国 只要它的经济复苏的趋势 是持续的 那其实的确我们是看好 国际资金从2002年那一波 所谓的金砖四国这个名词 最红的这段时间 是有3.9兆的资金 流到行行市场的 那这一波 我们虽然不认为3点多兆 全部会重新流回美国 那但是的确有一些 我们刚刚提到的体质或许比较差的 会优先会有资金先撤出 那这个也已经在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 在美国的话 失业率目前也逐渐在往下走 那预估明年的确可以看到 六字头的失业率 那好处是呢 它并没有严重的通膨 所以我们认为好处是 经济要复苏呢 利率也不能升得太快 所以利率只要说今年可以占到 可以测试3% 明年或许有机会3%到3.5% 那甚至中长期 其实合理的利率水准 是应该要3.5到4%的 所以如果在美国的利率 逐渐走高的这段时间 的确我们认为资金 还是有机会继续回流的美国 是 9月18号即将要开会 我们当然都要看 这个美国联准会 下一步怎么做了 市场当然已经有一些预期 不过是不是可以请副总 跟我们先分析一下 在进入9月份 我们要留意的影响投资 市场的变数包括哪一些 其实有一些重要的会议 一个月前就在反映了 应该5月就在反映了 对就是下礼拜的 联准会的会议 那么其实17号18号 这个会议大家关注的 其实已经有6成5的共识 是应该不会变 就是这一次要宣布 开始降低量化宽松的金额 购债规模 原本从850亿 应该会降为750亿 所以其实这一个 因为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数据应该不会有 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认为 差不多下礼拜就已经反映完毕 因为下下礼拜公布结果的话 在以往通常都是在事件之前 就已经反映完毕 所以其实只是这一两周 或许进场意愿不会太高 我们看到整个美股的成交量 其实从延续整个暑期 都还是创下最近5年多蛮低的 8月份是一个5年多最低的 成交量的状况 就可以发现观望气氛 的确是比较重的 所以我们还是看到整个9月份 到9月中旬或许观望气氛重一点 那除了美国关注这件事情之外 其实美国再来还是有别的议题 包括他在整个9月底 就是新的会计年度结束的话 其实这个议题2011年已经吵过了 就是美国可能他的预算赤字 到了最高峰 这个债务上限到了之后 如果没有增加预算的话 那么美国政府要关门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想还是不会让他关门的 那只不过他们可能这件事情 如果不会太大的被炒作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顺利的延展 可以过去 那另外一个就是联准会主席的人选 那这个的话 因为明年柏南齐就要退休 所以这个人选或许再来 还是会持续的再做讨论 年底前应该会被公布 那目前还是认为副主席叶伦 比较支持目前量化观众 应该慢慢退场的 大家比较欢迎的 那应该目前还是占上风 所以美国观察起来有几个变数 但是这变数差不多有一半以上 是已经反映在市场上 所以我想在美国应该还是稳健走高 稍微震荡观望而已 但是趋势上往上应该是不会有改变 那么接下来9月20号就换 德国要选举了 所以德国也有一些重要的大事 只不过德国目前看起来 在欧元今年倒是表现是不错的 在德国的带领之下 其实今年欧洲的数据也开始呈现好转 所以大家也是预估在明年GDP 其实就可以比较稳健的 占回1%的话 那我们认为其实德国的这个选举 对于市场来说也不会是什么 利空的变数 所以整体来看只要再留意一下 这个油价蓄利亚油价金价 这些的变化的一些干扰 不过我们比较认为 这个真的是比较是短期 也说是一个题材性 那如果真正关注 我们还是只会把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美国欧洲一些重要的 这个重要的选举 跟一些重要的人选 这个才是未来我们半年一年 在关注政策上跟趋势 确定不会改变很重要的观察 不过就在眼前 也就是在这个星期 其实日本的央行他们也要开会吧 对 那他们这个是不是维持一个 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市场上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在日本跟英国欧洲央行 全部是这个礼拜四是要开会 那目前其实有一点 大家有人说是 这个叙利亚中东形势的紧张 有点让大家更确定 有一些动作不要太有一些意外的宣布出来 所以在这一次预估 应该都是维持目前的一些政策 那也是会重新宣布在 因为欧洲的复苏并不像美国的 那么快速跟明确 因为美国GDP已经到2.5%了 已经是回到蛮稳定的长期的水准 所以其实欧洲毕竟还在刚恢复 呈现从衰退转到一个正的成长 所以其实日本跟欧洲预估 他们只会重申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欧洲跟日本呢 会维持最宽松的一个货币环境 是 那么再回到这个叙利亚的局势 因为现在看起来呢 美国出兵在即 情势真的很紧张了吗 知名的这个商品大师Rogers 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 如果真的打起来 黄金石油价格是肯定大涨的 而有分析师甚至上看 油价一桶150美元 那么另外说到了金价呢 从6月底的波段低点 两个月之内也涨了20% 所以今年很多啊 在高点买进的黄金大妈眼看 就快要解套 但是罗杰斯他也提醒说 这是短期的行情 目前其实你要买黄金的话 还不到最好的时机 叙利亚战云密布 一旦美军敲下战股 投资大师罗杰斯如是说 市场恐慌作用之下 油金价格肯定暴涨 罗杰斯没下虎人 国际油价确实正上演着战争行情 自美国国务卿凯瑞上周出演 警告叙利亚后一路上涨 28号伦敦油价报 每桶116.61美元 纽约油价报 每桶110美元 法国新业银行更大胆预测 叙利亚战士又拖延下去 台湾进口大宗的伦敦布兰特原油 可能上看每桶150块美元 势必影响台湾油价 战争来袭恐慌 也再次带动黄金避险需求 等待截套的黄金大妈有了一线希望 叙利亚的烟箱味让国际金价 重拾睽闻一年的动能 28号飙涨2% 每盎司1420.60美元 是三个月来新高 自六月波段低点以来 已经累计反弹20% 正式进入牛市 但罗杰斯也说 油价的战争行情仅是短期效益 追高之前得慎重考虑 油价跟金价 我不知道富兰克林投顾 这边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副总 其实油价的话 其实只要景气开始复苏 它的确是在价格上面 都是有机会推升 只不过在目前 中国的经济成长力道 毕竟不是像之前 油价那时候创新高 140多块的时候 中国GDP是两位数 甚至是8%以上 那目前其实中国跟美国 经济成长动力 是比较趋缓的 我们认为目前在油价110 100到110之间 可能是要游走一段时间 那这一次会很逼近100亿 其实也是因为 攻击面的因素 只要中东有一些消息出来 其实就有可能造成 这个油价的动荡 只不过有时候 我们认为实质面的影响 真的不是那么大 是因为叙利亚的 这个石油产出 是在全球不到一个百分比 当然市场就会去过度 预先反应 万一这个局势是扩大的 整个沙烏地阿拉伯 都加入了 这个攻击减少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受到影响等等 其实油价也已经事先反应了 所以如果到时候 事情并没有扩大 尤其现在英国跟美国 要寻求国会支持的话 其实以现在的经济状况 我想不会有民众 或国会敢去希望有参与战争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的确他也面前 临了骑虎南下的状况 是有可能最好的解决方式 还是用一些简单有效 一次性的制裁就结束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到 美国国会休会 是到这个礼拜 下礼拜一重新复会的时候 国会要投票 如果国会还是否定了 把奥巴马出兵制裁的计划 可能这件事情看怎么收尾 应该会比较逐渐淡化 所以我们只能说 油价如果要再大幅突破的话 还是要回到经济基本面跟需求 那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属于比较温和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最近也有人在讨论 就是说叙利亚的战争的危机 再加上新兴市场 有热钱逃离的 这样子的一个隐忧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很多 这个东南亚国家 这股会是又面临到重挫的影响 种种的看起来都像是利空 所以美国的QE 说不定它缩减的时程会因此推迟 不过照这样来看的话 也许并不大 这样的几率并不大 对 因为它目前还是要开始降低QE 只不过它或许金额上面 也已经从原本预估的减少200亿 也已经减到100亿 所以预估这样的时程 应该是会继续去走的 那只不过其实这时候光 就可以发现 美股毕竟也是在历史新高 也才回档4 5个percent 所以其实这个表现上面来看 虽然有高档震荡的压力 不过其实资金还是留在美国的 还是相对比较多 是 所以副总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大家 在现阶段的一个投资建议呢 所以我们看到会有一些题材 包括刚刚提到的石油 或者甚至黄金 的确它可能都只是比较短期 或者是5个percent以内 你有资金要做好停损停利 才适合介入 那真正我们会掌握的是 经济复苏趋势之下 包括你全球的布局 美国或者是用全球 这些你可以用美国基金 或者是全球股票基金 做你的核心 新市场呢我们建议 你可以用整个亚洲 或者是整个新市场的方式 来做定期定额 因为短期即使有一些资金 撤出的压力 可是我们还是回到中长期 我们还是知道 全球新市场的GDP 占全球已经将近四成了 但是股市市值才占不到两成 新市场如果你看的是 十年二十年的话 我们认为还是值得 做中长期的布局 好 非常谢谢 富兰克林的头股副总 罗友美副总 今天来到我们的 亚洲最前线 那么在广告之后 回来今日我最转 我们带您到 印尼的雅加达 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游乐场所 号称是印尼版的 迪士尼乐园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 今日我最转 今天我们带您到 印尼雅加达 来看看这儿 有一个寻梦园 占地大约九十公顷 它是印尼最大的游乐场所 号称为印尼版的迪士尼 每一年吸引不少的游客 也为当地创造了 不小的观光材 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 一堵摩托车特技 或是搭缆车 俯瞰雅加达海湾 这里是寻梦园 占地约九十公顷 有印尼的迪士尼乐园之称 1966年政府强势开发 让这片土地从风化区改头换面 也给情侣和家庭提供度假的好去处 大部分的游客都会租台脚踏车代步 但如果你的技术 没有这个游客的一半 那么学学十岁的Mark吧 他们一家踩上了电动车 Segway玩得鼓励乐呼 爷爷在一旁看了 更是笑开怀 这家人已经造访雪梦园好几次了 他们知道每逢周末要住在这里的villa区 不定位可能还住不到呢 在雪梦园内不止可以住在像这样的 船型villa里 还可以实际搭船出海进上海景 但雪梦园一年1500万游客 靠的可不止是海面上的景观 海牛 红龙鱼 近600种海洋生物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官员还会鼓励你伸出手来 摸一摸海龟甚至鲨鱼 其实是这种类型的鲨鲨鱼 但这种类型的类型 也有关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类型 我们的类型 我们的类型 标榜互动的 还有雪梦园里这片生态教学农场 从松土到除草 从播种再到浇水 官员都会领着民众动手DIY 作物收成后还可以回来采收 不只给都市小孩享受田园乐的机会 更能借机宣扬有机观念 扣着30只兔子的粪便 一公顷的农地 就不用使用化学肥料 生态园区给雅加达民众 提供一个健康的新选择 原来园方搜集兔子的粪便 混合腐烂的蔬菜 就成了天然肥料 农场种出绿色经济 而一年为雅加达市政府 赚进台币1.55亿元的循梦园 未来还打算投资 上看台币15.8亿元 天海造陆 四面黄海的乐园即将诞生 许梦园可能还会更梦幻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 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我们明天再会 成了大白天 I don't know why 就这么样的过了晴天过了雨天 还来不及这雨车下一个吉祥里面 天空就这样 天空就这样 天空就这样